黄玉伟夫妻两人视力模糊 早想来眼镜行佩戴老花眼镜 但因为收入减少 难以成型 第3的清楚呢 或者第4清楚 经济问题啦 之前有一副眼镜也是破了 然后也没有打算再配过 也是一直到现在啦 是这样 起身 最辛苦 你要看东西就看不到 好像拿到东西就看了 看不到的 如果再多一个今天 H再什么也是清楚 申请慈激纾困方案 志工前来探访 终于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 我们去做第一次的家访的时候 是确实看到他因为眼睛的关系 家访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疲劳了 能够介绍他来这边 然后能够介绍让到他佩戴一个 至少在工作上帮助得到他的 新冠肺炎疫情后 马来西亚物价高涨 民众苦不堪言 此季雪龙分会延续纾困计划 K1K3.0 就收到了将近2300户的申请 从6月开始 动员志工2000多人逐户家房 13年的疫情 就带给我国的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尤其是生活在边缘的这些苦难的家庭 大家也是因为需要咬紧牙根 志工为这个家带来光明 眼镜行的老板也伸出了援手免费赠送 社会有爱彼此互助 有信心 共度此刻难关 大约新闻真正美志工苏宇发马来西亚报道